这究竟是天赐神通还是恶魔的诅咒 这个女人一出生便能以哭笑断人其胸 后师承黄石公甚至还和江泰公和袁天刚起名 她没有立过半点战功 却凭借观象之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封头的女性 本期担长就带你揭秘中国第一女神像徐复 她的一生究竟有着什么异于常人的传奇经历呢 公元前二二一年 秦王嬴政一统天下成为始皇帝 也就是在这一年温宪先令许旺的女儿许富出生 相传她降生时 这天空中突然发出了一片耀眼的青涩光芒 而在刚出生的许旺手里 还握着一块极其罕见的玉角 这上面还隐约刻有文王八卦图 秦世皇提说后认为这是祥瑞之兆 于是就赏赐了许旺黄金白两 又下旨给许富赐名为许莫富 命令许旺好好培养这个孩子 等他将来长大就让他入朝为官 这圣旨一出 人们听闻许家之女能得皇帝赐名 便纷纷前去拜访许王 想看看许富究竟有何神通 谁知没过多久 人们就对他必如蛇蝎 那么一个尚在墙堡中的奶娃娃 究竟有什么可怕呢 原来在许富出生后不久 就能以哭笑端人吉凶 前去看望他的人 如果能得他一个笑脸 不出梁日就会有好事发生 可若是许富墙上一眼就哭闹不止 那他眼前这个人就要倒大霉了 更令人惊叹的是 这许富出生白日就能说话 甚至开口就能将一个人 未来几天的运势说得明明白白 有人说许富这是天赐神通 但也有人说 这是他生来久的诅咒 这当地百姓一时间议论纷纷 都害怕因为许富的预言 断送了性命 因此都不敢主动和他说话 也更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去接触他 一直到许富五六岁的时候 这许望见女儿因为预言的能力 一直没有完伴 于是又想起了秦始皇的命令 接着便带着许富来到银川寻访黄石公 想让女儿拜他为师 学到更多的本事 然而黄石公形迹莫测 这妇女俩人寻找多日都没能见到他 许望心疼女儿 小小年纪就要风餐露宿 于是就带着许富回到了温县 想让他从此过场安稳平房的日子 然而命运却在此刻和许家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这个女人究竟有多厉害 仅凭观象之处 19岁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封猴的女性 甚至一生三大语言全部应验 难道她真的是天赐神通吗 就在许家人回到老家后的某一天 这许富独自一人在家门口玩耍 这时只见一个发须洁白的老者 不知何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他对许富说道 小娃娃我忙于赶路实在有些口渴 能否给我一口水喝呢 这许富听后急忙起身说 你等着 说着就跑回家中 可等他端着水从屋里出来时 却发现白发老人已经不见踪影 而在门前的石头下却多了一本书 这上面写着 心气密指四个大字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 天道暗 莫负谁 向人者 俱慧眼 群雄起 天下乱 圣相之 祝君贤 这许富翻开书后 发现书中写的全部都是向人之书 等到了晚上 他将白天发生的事 偷偷地告诉了自己的父亲 这许望得知此事后 意识到 这个老者很有可能就是黄世公 而这本心气密指 应该就是意味着 黄世公对自己的女儿的认可 从此以后 许富潜心学习书中的《襄人之书》 还将阴阳五行八卦结合起来 而他的传奇一生也自此展开 许富相述大成之后 就开始游历山川 帮人观像 因他所算无一不准 所以名声大噪 许莫负的名号 也在相书界越来越响亮 而一向信奉辞到的秦始皇听说后 这才想起来自己曾经资助过他 于是就下指让徐莫负 进宫为自己观像 然而负责此事的工人 找到徐夫之后 却发现他身染重病 无法进宫面生 最终也只好作罢 这许望心理十分不解 于是就询问女儿 为什么不进宫为秦始皇观像呢 自古帝王 所求不是千秋霸业 就是福寿万年 如果能讨得秦始皇开心 这荣华富贵 光宗耀祖岂不是首到秦来 然而许夫却告诉他 大秦气数将近 这嬴政也将不久于人世 还望父亲早做打算 果然没过多久 秦始皇在东旬途中 崩逝于沙丘 这秦二世继位后 更加残暴不仁 这全国各地纷纷揭干起义 而许莫负 为了表达自己 愧对秦始皇的栽培 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名字 改成了许夫 眼见着各地的起义活动 越来越多 这许望依照许夫的叮嘱 暗地里招兵买马 囤积势力 等待时机 一日到了刘邦 率兵攻打咸阳 途经温献时 听说许夫善于看向 于是就进城拜访 谁知他刚迈入城中 就迎面遇上了 前来接他的许夫 把刘邦请到家中之后 这许家甚至直接 交出限定大营 向刘邦表示了 入伙的诚心 问其原因 许夫称赞他是 罗江山的面相 而刘邦也没有 让许家看走眼 他不仅联合西楚霸王项羽 推翻了暴秦 还最终成为了汉王 那么这之后 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才让许夫 有了第一女神像的名号呢 19岁 凭借官向之处 被封猴的许夫 他所留下的三大预言 为何至今无人能破 这预言的内容 又到底是什么呢 公元前206年 项羽刘邦处汉争霸 各路萧雄 纷纷开始选择战队 据实际外戚世家记载 二知许夫所向 相搏击 云当生天子 意思就是说 许夫曾应魏傲的邀请 为他的女儿伯姬看乡 而这也是 许夫亮相历史的第一卦 伯姬是刘邦手下 魏王豹的妃子 他听许夫说 伯姬的儿子竟是天子 认为自己必定就是那条创业龙 能在楚汉之间寻求机会 成就罢业 于是他就下令决心 背叛了刘邦 可伯姬的儿子 一定就是魏王豹的儿子吗 公元前204年 刘邦派韩信等人乏位 魏王豹兵败后被杀 伯姬因为长得颇有姿色 被刘邦收入后宫 相传伯姬第一次侍寝之前 对刘邦说 昨夜我梦见有苍龙 盘踞在我的肚子上 汉高祖听后很高兴地表示 这是显贵的吉兆 我为你促成这件好事 这一次之后 这伯姬就有了身孕 一年后生下了儿子戴王 也就是后来的汉文帝刘衡 许夫的第一个预言应验 但他和汉王室的故事 还远远没有结束 据楚汉春秋所记 在汉武帝刘邦开国之后 感念许夫昔日的帮助 将她封为名词庭侯 这许夫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被封侯的女性 然而西汉政权逐步稳定之后 传说许夫却向刘邦敬言 表示未来朝廷之上定有纷争 应该为了戴王早做打算 于是公元前196年 年仅8岁的刘衡 便和齐母伯姬一起前往了封地戴国 这或许是因为 许夫的这个提议 才使得伯姬母子 在汉高祖死后 躲过了吕后的残害 公元前180年 刘衡登基 这位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汉文帝 然而却拜许夫为义母 并称其为许国泰 可见刘衡对他的敬重 而在这个时候 许夫也迎来了另外两个名场面 相传他曾为汉文帝的爱将周亚夫 以及南宠邓通看相 据史记将侯周博世家记载 许夫关周亚夫的面相之后 预言他在三年之后能封侯 这之后八年能出将为相 再过九年则会被饿死 这周亚夫听后嗤之以鼻 因为他的哥哥周胜之 已经继承了父亲的爵位 这封侯根本轮不到自己 至于被饿死更是无稽之谈 谁知许夫听完后 指着周亚夫的嘴角说 你嘴巴的边缘 有条树枝的纹路到了嘴角 这就是一种饿死的面相 那么这次预言结果如何呢 时间过去了三年 这周胜之因杀人罪 被剥夺了侯爵之位 由周亚夫继承了 其父将侯的爵位 又过了八年 他率军平定了七国之乱 被汉文帝封为丞相 九年后周亚夫的儿子 私自购买了五百具甲盾 想要在父亲去世时 当作陪葬品 不料此事被人高发 还连累了周亚夫 因汉文帝的猜忌 朝廷招周亚夫对峙 试图逼迫他供人谋反 周亚夫生性耿直 拒不认罪 最后绝食五日而亡 他的人生 果真和许夫预言的一模一样 至于为汉文帝男宠邓东看相 据《东汉时机的潜夫论》记载 许夫预言他可能会因贫穷饥饿而死 事实上汉文帝甚至将蜀郡的铜衫 赏给邓通 允许他自己铸造邓通前 流通全国 那他又是怎样因贫穷而死的呢 相传汉文帝身上总是长疮 这向来都是邓通替他吸浓水 有一次汉文帝问邓通说 这天下最爱我的人是谁呢 邓通说到 应当没有谁比得了太子更爱你 而此时太子刘起 正好进来探问汉文帝的病情 这汉文帝随即就让他来吸浓水 这刘起虽然照做了 但脸色极其难堪 后来又得知邓通 经常替汉文帝做同样的事情 从此就怨恨起了邓通 等到汉文帝去世后 刘起登基 邓通自然也就被没收了全部财产 最后因贫穷死在了别人的家里 长安道天机不可泄露 可能因为感觉自己泄露了太多天机 50岁的许夫便潜心回归山林 直到去世享年84岁 然而历史上 对这个有天赐神通的女神像 为何只有少的可怜的记载 屏幕前的您是怎么看的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的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的视频今天就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